你这么支持司马南 你这么抹黑莫言 司马南给了你多少钱呢 这两天我翻评论的时候 翻到这样一个评论 他就说 我整天说支持司马南老师 然后我抹黑莫言老师 说司马南的这个支持者们 给了我钱了 我就想问一句 哪领啊 是吧 你可以告诉我 我先说 支持司马南老师 是因为我支持他的观点 支持他现在的观点 支持他现在的这个人 至于说是所谓的抹黑莫言老师 没有 我真的没有 我所有的 这个不管说是自己的见解 或者说自己 你可以叫批评吧 是吧 对于一些文字 都是对于莫言老师 他发表出来的 现有的一些文字 和一些非常现实的资料 我能查到的 然后我自己拿过来之后 我看一看是吧 有没有我不是太喜欢的 然后我就说一下 基本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而说所谓的拿钱呢 你觉得啊 就是咱就站在司马南老师的角度来讲的话 他犯得着啊 给我这样的小主播去 去给我钱吗 是吧 我 我觉得啊 至少上了这么多年学 在社会上也是经过这么多读打之后 至少来讲 每一个成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立场啊 就是你有自己的自洽的行为逻辑 你每天就是怎么干事情 怎么去思考事情 那这些都是应该在你20多岁的时候 必然形成的这一套规则 你认为就是在你的规则之下 可能这个事情拿过来 是吧 哎 他是对的 你就应该认为他是对的 拿过来 是吧 根据你的标准仪评判 这个是错的 就是错的 而这些东西就是在我的标准之下 评论之后 我发现 哎 斯马兰老师说的是对的 那当然我要支持斯马兰老师 而我看墨洋老师的一些文字 哎 的确我看着不舒坦 是吧 那我就说他是错的 这个没有问题吧 而且我 我觉得我认为的认错的 对错的话 没有必要得到所有人的支持 就只要 让认同我的那一部分人 是吧 看到我说的 哎 觉得首先来讲 我告诉你 我说的是真心话 我所有这些东西 全都是真心话 我没有必要去迎合任何一些人 然后再说 为什么你看啊 就是墨洋的一些粉丝 我觉得这些墨洋的这些粉丝 绝对是最后摧毁大厦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们的逻辑是什么呀 你看为什么要攻击斯马兰老师 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斯马兰老师这些年 以及这段时间来讲 在互联网上被放大之后 斯马兰老师得罪的人太多了 咱就说啊 就是只说墨洋老师这件事情的话 当时的人的确有很多挨饿的 是吧 这个不可否认呢 你包括挨饿的意思 不是说今天就是 有句话叫跟着德爷混三天饿九顿 他不是说这个饿呀 他是说每顿可能吃的稍微少一些而已 还有一点就是 墨洋老师比一下什么人 当后来我也考虑了一下 你说当时这个农民 普通的农民翻身 真的是翻身把歌唱了 就是建国之后 是吧 几千年来我就告诉你啊 几千年来中国的农民就没过上几天好日子 即使所谓历史书上写的大唐盛世啊 看起来很是盛世是吧 宋朝也说那么富有 但是你知道即使是大唐盛世里边的老百姓 那过的日子苦啊 真的是苦啊 你就这么 你就大唐整天打仗是吧 死了多少老百姓啊 是吧 包括皇朝是吧 那老百姓苦得很啊 但是啊 在建国之后 农民真的是当家做主人了 但是农民当家做主人之后 什么人最惨啊 你想一想啊 你想一想 如果你想不到的话 问你的父辈是吧 甚至于问你这个爷爷 在他们那一辈 西石就是以前靠西石农民赚钱的这一些人呢 一些地主啊 一些一些首领握着握着拳的呀 是吧 握着这些农民的卖身器的这些人呢 解放之前他们他们是过得最风光的 解放之后是吧 他们是过得最惨的 所以说你就不外乎啊 就是你能理解网上有一些人说为什么说一直在强调啊 墨原老师写的那写的还没真实发生的情况更糟了 是吧 我家的日子那过得比墨原老师笔下过的日子还惨 惨上一百倍 那你就可以知道他之前是什么人了 之前他做过一些什么事情了 正经农民来讲的话 那个年代的确有恶的那个时间段啊 但是你要说真的成为那个社会的话 没有 我还就真就告诉你 没有 我可以很确信的告诉你 是吧 再说为什么他攻击 现在我找了一下这个 就是攻击 墨原那个斯马南老师的 他的这个最大的黑料 我现在找到的最大的黑料就是什么呀 有人在网上说 说这个斯马南老师呢 拿了这个美国的绿卡 说这个斯马南老师全家是吧 都在美国买了豪宅 然后全家都是美国国籍 然后我就查了一下 是吧 这个据说是一个专业机构发出来的 说就是有限 据可靠消息认知是吧 斯马南老师全家移民美国 然后后来这个机构很早 很多年了已经被定性了 压根就是一个专门 就是以抹黑 尤其是对他们没有利的人的 以这个为生的一个机构 现在早不知道解没解散 应该是解散了 那所以最大的黑料就是来自于这里 至于很多人说的就是叫 非得叫斯马家头 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意思啊 就包括现在我们 即使我对墨原老师有一些批评来讲 一直是我叫的都是墨原老师啊 是吧 你们这些人就是纯粹变成了那什么吗 变成了墨原老师笔下 我记得有一本小说里面写到说 因为说是自己丑陋 然后给对方起这个外号吗 不知道啊 反正我就知道这种 就是假设真的是起外号的话 这样的外号是非常不道德的 是吧 你如果在村里边呆过的话 你会发现没有人敢给 尤其是小孩的话起这一类的外号 那都是 就是反正就是取笑的意思 然后去起个外号 那也是嘻嘻哈哈 你你请我愿的外号他 就是所以说吧 那些反对就是支持墨原老师 然后彻底的反对这个斯马那老师的人 是吧 拿出证据来是吧 拿出一个可靠的证据来 别听风就是雨 你也可以像就是现在有些批评墨原的人一样 是吧 像我这样 我连我告诉你 我连批评这两个字我都不敢用 我只能说这是我自己的见解 拿出证据是吧 那你就直接说说斯马那老师 互联网上他已经待了这么多年 说说他都不好就行了呗 拿出来让我们看一看 你觉得呢